你知道幽灵船吗? 幽灵船是指许多年前神秘失踪或沉海的船只 经过多年后被发现在海上航行 而船里却空无一人 这是一种存在多年并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 大家好,我是可乐 今天就为大家来拜一步我的童年阴影 2002年上映的美国经典恐怖片《幽灵船》 1962年5月 意大利豪华可伦安东尼亚格拉萨号 满载着乘客行驶在平静的海面上 红衣歌姬在舞台上唱着经典的歌谣 舞台下,这位身穿绿色制服的就是夫院领班 他主动为船长和副船长送来香槟 角落里,一位漂亮的小女孩看起来闷闷不乐 为了逗女孩开心 思想的老船长主动伸手邀请她跳舞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一切看似这么祥和 可他们不知 家伴上早就被人安装了一根细长且韧性极佳的钢丝 随着幕后黑手启动开关 仅仅一瞬间 还未等客人们反应过来 就全部被劈成了两半 女孩由于个子矮躲过了一劫 可抱着她的船长就没这么幸运了 望着满船的尸体 女孩发出了绝望的尖叫 时间一转来到了40年之后 女主是一名身手了得 水性极佳的女汉子 她与搭档们成立了一个非常牛逼的商业打捞队 专门收钱帮金主爸爸们唠唠沉船找找水下的事物什么的 这天晚上 干完活的众人来到酒吧庆祝 准备放个长假好好休息下 角落里一名怯深深的男子主动上前搭讪 男子叫做大白 是一名飞行员 他在公海发现了一艘无主的豪华邮轮 大白邀请队员们能够去邮轮上看看 这大白也很诚恳 他与队员们商量已久分成 条件是他要跟着一起去 就这样 作思小队一拍即合 天一亮就开着小拖船出发了 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小队的成员 分别是强悍的女主 老谋深算的船长 又高又壮的大黑 以及玩世不恭的长发阿呆和白发阿瓜 还有负责长舵的舵手 当然你们也不用记得太细 反正都是要领盒饭的 经过了几天几夜的行驶 众人终于在雷达上发现了这艘巨大的邮轮 见多识广的船长一眼便认出 这艘邮轮便是著名的安东尼亚·格拉萨号 他于1962年5月在海上神秘失踪 成为了近代史上的未解之谜 众人迫不及待登上了邮轮 队员大黑和怂批大白则留在拖船上接应 大白非常不爽 明明是他发现的邮轮 凭什么不让他跟着上去 因为你怂啊 看起来好欺负啊 40年过去了 邮轮上的一切早已腐朽 据说当时船上一共载有600名乘客 谈话间长发阿呆一脚踩踪 差点摔下去 女主在救助阿呆的过程中 竟无意瞥见了40年前在甲板上幸存的小女孩 女孩很快就消失了 女主也只当自己是看花了眼 另一边的阿呆和阿呆在控制室 发现了一块电子表 很明显这不是40年前的东西 这代表他们不是第一批来幽灵船上寻宝的人 巧合的是 拖船的发动机居然不合时宜的出现了故障 众人只能计划边修船 边找点值钱的东西带回去 因为按照国际海洋法 公海上的财物归发现着所有 也就是说这艘邮轮以及上面的财物都属于他们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也意味着队员们将要在这里逗留上几天 女主找到了船上的游泳池 里面早已干涸 池子墙壁上的弹孔以及遗留的无数弹壳 表明这里可能发生过屠杀 警觉的女主打算将这一发现告诉队员们 可就在她准备离去的时候 诡异的小萝莉再次出现 把女主吓得不轻 幸好怂怂的大白拉了她一把 大白安慰女主道 或许只是有人在游泳池内练习打靶 就在二人走后 游泳池里的弹孔开始缓缓渗出鲜血 直到将整个池子都灌满 女主的猜想没错 这里确实发生了屠杀 可这些死者的尸体哪去了 随后她又带着大白来到了船底的洗衣房 女主顺手打开了闸门 却不想无数尸体顺着海水冲了出来 从尸体的腐败程度来看 这些人死了不到一个月 他们在不久前登船 却莫名其妙地死在了这里 与此同时 队长一个人来到了船长的办公室 桌上竟然还有一杯新鲜的美酒 后期的船长准备喝上一口 一抬头竟从镜子里看到了船长的身影 妈呀 这里不会真的有鬼吧 另一边的队员大黑也在船上搜寻值钱的东西 突然 一阵诡异的歌声传来 大黑寻着歌声来到了舞池 烟灰缸里还有未燃尽的香烟 上面残留着口红印记 大黑以为是队友留下的 并未多想就离开了舞池 可他不知 当年舞台上的红衣歌姬正在角落冷冷地看着自己 画面转到女主和大白 好不容易从洗衣房逃出来的二人 又莫名其妙来到了另一个房间 幸运的是 这里居然藏着几大箱金条 妈呀 这么多金条 众人忍不住笑出了声 也不管什么闹不闹鬼了 现在他们只想着怎么把金条带走分掉 只有女主觉得该把黄金交给海上警卫队 因为这么多黄金不可能没有备案 她可不想因此惹上麻烦 女主不想要黄金 只想尽快离开这里 可就在众人收拾东西 打算带着黄金离开的时候 拖船驾驶舱进莫名其妙瓦斯泄漏 直接被炸得连炸都不省 驾驶室的多手小哥首先浇了医血 重上的大黑被女主给救下 众人开始责怪起了大白 都怪你 不是你提来这里寻宝 我们压根就不会被困在船上 平时亲密无间的队员们开始相互指责 甚至由口角升级成了斗殴 而一旁的队长一直默不作声 此时此刻 没有人比他更自责 他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了船长室 拿起桌上的酒就开始 嘟嘟嘟嘟 最熊熊的队长一抬头竟瞧见了早在40年前被钢丝切成两半的老船长 老船长为他倒酒 并递给他一本相册 相片上的船只叫罗姆来 也是一艘历史上著名的幽灵船 40年前 船长发现了这艘幽灵船 船上空无一人 只有几项黄金 船长便下令将黄金搬到了他们的邮轮上 没想到两天之后 他们的邮轮上就发现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船长没有说话 他递给队长一张照片 队长看到后惊呼不已 到底是什么照片让队长如此震惊 这里先按下布表 另一边的阿呆和阿瓜竟从邮轮上的厨房里 翻到了40年前的老罐头 也不知这俩货怎么想的 开了罐头就有一勺一勺往嘴里灌 意外的是 这罐头居然没有变质 哎嘛 味道不错 再来一口 吃着吃着 这满嘴的食物竟变成了贝爷最爱的高蛋白 画面转到女主 她来到了一个房间 这里摆放着玩具和布娃娃 以及女孩子的小羊群 很明显这里的主人曾经是个精致的小女孩 女主打开衣柜 没想到里面赫然悬挂着一具尸骨 这具尸骨正是开头的小女孩 女孩的灵魂出其不意出现在女主身后 女孩说船上的人都死了 而大部分人的灵魂都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仅剩下他们这些被标记的灵魂困在了船上 女孩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一股超自然神秘力量给拉走 只剩下女主一个人留在原地 还没缓过进来 队员大黑也遇到了灵异现象 她一个人在舞池借酒消愁 恍惚间早已破败不堪的舞池 竟回到了40年前 美艳的红衣歌姬在掌声中 走上前与大黑共舞异曲 大黑边说 我有老婆孩子 我是个正经人 边吻了上去 就当她想进一步与歌姬深入交流的时候 却被歌姬引诱 掉进了踢井里 就这样 号骚的大黑成为了第二个牺牲品 队长拿着照片跌跌撞撞 离开了船长室 她不断呼喊着队友们的名字 可这时候 她却像是中了邪 平日里亲密无间的队友 在她眼中 居然都变成了索命的鬼 队长开始发了疯的攻击女主 眼看着女主位在旦夕 幸好大白出手 一枪托打晕了船长 阿呆和阿瓜将队长关进了水箱 让她好好冷静一下 接下来 众人同心协力 打算将游轮修好 控制漂流 让她靠近附近的岛屿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相信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能靠岸 当天晚上 女主再次瞧见了小女孩的鬼魂 女孩通过触碰 为女主展示了 40年前所发生的场景 原来当时 神传绿色制服的服务员领班 带着手下在后处的餐点中下毒 将所有吃饭的客人全部堵死 随后又启动了 甲板上布置好的钢丝 将正在跳舞的乘客尽数腰斩 由于女孩身材矮小躲过了一劫 他们将剩余的乘客们 赶进的游泳池实行枪决 600名乘客 一夜之间全部死亡 小女孩也在这场屠杀中被吊死 而整个事件的主谋 竟是副船长和红衣戈基 他们用船上的黄金做诱惑 吸引手下帮他们卖命 副船长在戈基的授意下 泄磨杀驴 将手下全部打死 本以为可以拿着黄金与戈基 双速双飞 却没想到最后 也死在了戈基的手上 原来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戈基背后也有个大boss 大boss从黑暗中走出 与戈基拥抱亲吻 却不想最后也残死在 boss设定好的机关之下 boss在戈基的手上 烙印下了一个标记 镜头拉近 大boss居然是 人畜无害的怂皮大白 是大白指引他们来 邮轮上探险 是大白一次次救了自己 也是大白打晕了队长 此刻女主才缓过神来 赶忙去找被 关在水箱中的队长 却不想还是晚来一步 队长已经被淹死 而她的手中 还死死拽着 大白的旧照片 原来当年船长发现黄金不久 就在海上救下了 漂浮了好几天的大白 却不想大白竟是魔鬼 可惜的是 他们都明白得太晚 大白撕下了尾山的面具 杀死了阿呆 随后又与阿瓜打了起来 争斗中 阿瓜开枪打中了大白 可人类的武器 压根就伤害不了她 与此同时 女主在船舱内安装了炸弹 打算让这批受诅咒的黄金 跟着整艘船沉入海底 大白告诉女主 船上的灵魂 大部分都是有罪的 有罪的灵魂 都被她打上了标记 受她的控制 而无罪的灵魂 无法被她标记和控制 比如说小女孩 因此女孩才能在女主面前现身 告诉她整艘船上发生过什么 大白是魔鬼的使者 专门帮助老板收集有罪的灵魂 于是他源源不断 引游无辜的人上船 标记他们的灵魂 等到挤满一千个灵魂 他就可以将船交给魔鬼 用来换取无限的生命 大白希望能与女主做个交易 不如我放你一条深路 你别炸船了行不行啊 行 你妹 女主侦脱了大白 用弩箭启动了炸弹 一瞬间火光四箭 整艘船连带着邪恶的大白 被炸了个粉粉碎碎 女主在小女孩的指引下 找到了出口 爆炸打破了禁锢 伴随着邮轮的沉默 六百多条被标记的亡灵 终于得以升上天堂 不知过了多久 在海上漂浮的女主 被路过的一艘邮轮救下 邮轮靠岸后 他们将虚脱的女主送上了救护车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故事最后 女主瞧见船员们 将那几项受阻着的黄金 搬上了邮轮 早就粉身碎骨的阿呆 紧随其后 魔鬼的杀怒 还远远没有结束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天主教的教育中 存在七个原罪 罪行按严重程度 由众道卿以此为 傲慢 嫉妒 暴怒 懒惰 贪婪 暴食和色欲 队长和其他队员都死于贪婪 大黑不贪财 却死于好色 唯独女主没有犯下 七宗罪中的任何一项 这也是她能活到最后的原因 我很欣赏女主 不可反派废话 发现问题直接炸船 可她还是太天真 以为炸掉一艘幽灵船 就能拯救所有人的灵魂 却没想到 接下来又会有另外一艘船 沦为幽灵船 人类的七宗罪 才是一切最佳的根源 欲望不止 大败不息 说到这里 可能会有人觉得女主非常面熟 女主朱莉安娜·玛格丽丝 她是高分美剧 傲骨贤妻中 强势的绿症金国爱丽西亚 学艺中英勇的 病毒研究专家南希博士 而影片中 小萝莉的扮演者则是 88年出生的 新生代演员艾米丽·布朗宁 她曾在2011年上映的 动作冒险电影 《美少与特工队》中 饰演机智凶悍的女主杨娃娃 片中第24分钟 对长提到了 著名幽灵船马利·塞勒斯特号 马利·塞勒斯特号 于1872年11月5日出航 当时船上 在有连船长在内的实名乘客 可出行没多久 马利·塞勒斯特号就失踪了 一个月之后 这艘船被人发现在 大西洋全速朝向 直布罗陀海上航行 奇怪的是 船上并没有发现任何人 关于船员的下落 衍生出许多猜测 1873年初 两艘小型木发在西班牙 被渔夫发现 其中一艘装载着一具 缠着美国国旗的尸体 另一艘则装载着四具尸体 这些尸体曾经被假设为 马利·塞勒斯特号的船员 不过后来没有经过详细鉴定 就被埋葬在了一个坟墓当中 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 马利·塞勒斯特号 到底发生过什么 一直到现在 都是一个未解之谜 或许 这个谜题永远都无法解开了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